2020东京奥运会8号结束了所有的比赛 16天的赛期转瞬而过 777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轮番上阵捷报频传 这是自1984年以来 中国体育代表团第10次参加夏季奥运会 也是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次 最终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38金32银18桶 共88枚奖牌 金牌数奖牌数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追凭在伦敦奥运会取得的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而美国队以39金41银33桶 共113枚奖牌 在比赛日最后一天反超中国居榜首 东道主日本队以27金14银17桶 共58枚奖牌位居第三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台北队以2金4银6桶位列奖牌榜第34名 创下参加奥运会以来的最佳成绩 中国香港队以1金2银3桶位列奖牌榜第49位 东京奥运会闭幕式于当地时间8号晚8点 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以无观众方式举行 中国天津运动员苏炳天担任奥运会闭幕式 中国体育代表团起手 2024年夏季奥运会举办定为法国巴黎 竞技场合作